生活很小 关于神迹 弟兄姊妹们 你们见过神迹没有 神迹 神迹 神迹上有神效 我比二人远 读说那是神迹上一千多年前的事 现在我们看见了 现在看不见了 怎么办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生活在神迹当中 以前有读说 神对人的启示 是通过了一本书 一本是圣经 一本是霸自然 你看我们每天起床 看见那个日出 晚上朝下午天 看见日出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多么神奇 多么美妙 你看那个地理的庄稼 一颗种子撒在头里 它长出来是一串 它长出来还是一串 它长出来是一串 还有神奇 创造了 就是神的创造 神迹 那天在家里 我问何秀 我太太 我说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是闲的呢 她说我是搬得多好 取之不及用之不解 所有的海星城市都不温缺水 加上管道 加上耕渠 灌溉 什么都不成功 其实很多年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孩子为什么是闲的呢 是当然不好 神 照天地 我们把孩子搞成个闲的呢 还不能从庄角 后来我突然想到 就是说认识神才是智慧人开 他们知道对不对 那个眼睛消炎杀菌啊 在照人之前 它已经安排好了我们这个自然生态系统 它为了保持地球生态它的清洁性 那海水昏腐烂了 人家大量的动物之物 在海里面它自然的新陈代谢 它死亡以后 那些鱼类啊 海洋生物啊 它们在海里几个腐烂 年份一年 那个海水就昏着 就被污染了 但是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盐放一万年 因为万年它还是饮在那里 它不会变味道 不会被什么细菌污染 对不对 它消炎杀菌 我想有道理 神的奇妙真奇妙 然后通过自然这个循环系统 海洋蒸发 形成云 飘到入地 那一路 再降下来形成江河湖泊 淡水也有 更重要 就是保持了这个地球生态的清洁性 那么大海 那污染了不得了 因为全是淡水的话 人们也不珍惜了 也不节约用水了 大量乱排乱发乱 那很快就会被污染掉 神奇 就是说神的奇妙 真的可以想想 它对我们的供应 多么美妙 所以说每天都生活在神迹七十当中 有的人老想 哎呀 神要是想一个神迹给你看 那多好 不就信了吗 不信了也就信了 实际上每天生活在神迹当中 还在寻找神迹 每天面对神迹 却不认识神迹 每天看着神迹 却不知到是神迹 这就是我们的感想 希望美论坚固八百的信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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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